什麼叫女居呢? 我們發現最近查詢倫敦樓的香港人 多了朋友提這個名詞 女居倫敦 到底背後原因為了什麼呢? 如果選擇樓的話 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今天這條片簡單和大家分享一下 經歷了一段移民潮之後 我們發現最近多了朋友想女居 不想移居 什麼叫女居呢? 顧名思義 女居是將旅行和居住兩個概念二合為一 簡單來說就是在一個地方一邊住一邊旅行 一般來說我們的理解 這群朋友們過去倫敦或者英國那邊生活 他首先還未打算在那邊長期居留 一年來說可能住半年或者三幾個月去別的地方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這群朋友都是香港有一定資產 有生意 不過就沒有打算在英國那邊長期居留 個別有一些港人 他本身子女已經在英國或者在歐洲那邊 已經在做事了 大多數他們子女都不在香港了 甚至乎試過有些朋友說女居養老 一年來說可能香港住一半時間 另外一半時間可能是歐洲 甚至乎東南亞 泰國也是其中考慮之列之一的 所以他找我們問樓的時候 其實就未必是用一個長時間 在英國station在那邊的角度去找樓 反之然他們找樓是真的站在女居這個範疇去找樓 所以我們今天這條片都分享一下 之前找我們查詢問倫敦樓的朋友 而是沖著女居這件事 通常他們買樓在倫敦都會選哪一處呢 另外選什麼類型的物業呢 市場上有什麼選擇呢 最後如果要買的話 女居這班朋友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這條片我們今天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先說一說 女居這班朋友如果在倫敦那邊買樓 通常他們會選哪一處比較多 我們發現超過八成都是看西倫敦的 看西倫敦當中也超過一半以上 他們選的地段是近希斯路機場那邊 希斯路機場那邊大概在西倫敦5位置 想搭飛機方便 也有個共通點 他們在這邊女居未必開車的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在倫敦那邊居住 純粹是兩夫婦喜歡在倫敦那邊 當中也有一些年輕時在倫敦那邊 曾經是流過殼的 或者家族成員有一些在倫敦那邊 一年來說可能真的很短暫性 住三兩個月甚至更短時間 無定時也在那邊 就在倫敦那邊 一旦可能要搭飛機的話 最重要是方便 所以去機場來說他們可以接受範圍 十多分鐘的鐵路線 大致上就是這些地段 至於第二個問題 旅居的朋友通常選擇什麼物業住會比較多 我們就籠統定義為 就是appartement和屋仔這兩種 這兩種屋形來說 我們看到超過九成的朋友都是選擇appartement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appartement本身有管理 屋仔來說 首先你可能要自己花一點時間 打你前後花園 還有更甚至 女居的朋友比較擔心security這個問題 因為始終屋仔 倫理關係比較close 還有如果說白一點 被人爆價的機會 怎麼算都會比appartement大 所以很多朋友希望買一些 有屋苑形式管理的appartement 對他們來說一年可能住三幾個月 屋裏面的財物相對比較有保障 對於用家來說 他們也不需要擔心 人家不在英國的時候 會有人爬了一個屋子 或者進來爆隔 打理方面也比較簡單 所以變了比較多朋友 反而會選擇appartement appartement一般在當地有兩種 一種可能是香港人叫單洞式appartement 另一類可能是屋苑形式appartement 一般來說 我們見比較多朋友會選擇屋苑形式appartement 到樓下還有一個屋苑形式的小社區 在香港來說可能住在類似這些屋苑 不論住或者翌日 即是不住的話拿來放租轉賣 那個價值上也會比一些單洞式物業為之好 我們確認了地點 確認了屋形之後 可能你會問市場上有什麼貨我可以選擇呢 哪類型屋苑比較近希斯路機場 也都比較受港人歡迎 或者比較多人看的呢 或者我們一起開個地圖和大家看看 一起打開地圖 開西倫敦這邊 近希斯路機場這邊 過去這段期間很多朋友都問 我想買一間房子 近機場 價錢又不要那麼貴 最好有鐵路線覆蓋 有伊麗沙發線就更加好 其實在希斯路機場 Song 5 地段這裡 總共來說 市場上比較受歡迎的樓盤 也有上規模的發展商 我們見主要有四個樓盤 比較近希斯路機場 首先在希斯路機場 通常在東北邊位置這邊 大家看到一顆星 第一個樓盤叫做 Hays Village 屬於倫敦發展商 巴巴倫敦 相當近 你見它 由樓盤位置出發 旁邊的伊利沙巴線站頭 搭進去希斯路機場 其實是說 10分鐘已經可以去到 第二個樓盤在它旁邊 伊利沙巴線站頭 只差一個站 屬於巴巴倫的樓盤 The Green Quarter 這個樓盤和 Hays Village 其實是一站之隔 之前我們拍片也有提過 兩個地盤相距 不足兩公里 這兩個樓盤 如果大家想買近希斯路機場 也要有鐵路線 最好有伊利沙巴線 不妨可以想想這兩個樓盤 兩房單位來說 單價大概40多萬 至50多萬 大概這些水平 另外在希斯路機場 大概是東邊位置 還有第二個發展商 劍橋相當多project的一個發展商 發展商的名叫Hill 而這個樓盤名叫Lampton Parkside 這個位置隔壁還有一條Piccadilly Line 搭這條Piccadilly Line 亦都可以直搭希斯路機場 剛才那兩個樓盤 加上這個樓盤 總共三個樓盤 都可以搭鐵路線 去到希斯路機場 如果不是一定要買在大倫敦這個範圍 出了倫敦 稍微出一點 還有什麼選擇呢 其實在希斯路機場 大概西南邊位置 近著水庫這邊 還有一個樓盤 叫做Eden Grove 也屬於Barkley 也就是剛才所說的 The Green Quarter 那個發展商 雖然它沒有鐵路線 直接搭進去希斯路機場 不過你見過距離相當近 開車來說 過去這邊 九分鐘車程 就已經可以去到希斯路機場了 市場上來說 主要這幾個樓盤 我們見過比較多 女居的港人查詢 這四個樓盤裏面 其中這三個 我們已經在YouTube Channel上 已經有視頻了 如果大家看這條影片 想了解一下 希斯路機場附近的樓盤 可以按下文字蘭的連結 自行進去看看 看完之後有興趣 也可以WhatsApp我們 至於希斯路機場 對落的這個樓盤Eden Grove 接下來我們都會有影片 上載上我們YouTube Channel 有興趣的朋友 如果想了解一下 這個近著希斯路機場的新盤 一個低密度式住宅 也都看著希斯路機場 和我們樓盤中間的水庫境 喜歡類似這些環境的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留意我們YouTube Channel 類似剛才我們所說的那幾個樓盤 如果大家要選擇樓 選擇Project 甚至準備要買 一房好或者兩房都好 那買之前有什麼注意呢 我們列舉有幾個Point 我想大家真的買之前 先要留意這幾件事 首先就是管理費 因為管理費大家要知道 你買一間樓回來旅居 可能一年十二個月 你實質住下去可能只有三個月而已 餘下九個月時間 你這間樓未必會出租 很多時候這間樓你都會丟空 所以你要知道不論你是放租或者自用 管理費都是由業主去支付的 所以管理費自不然就是你這間樓 養住這間樓的其中一個成本 管理費這邊來說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想輕裝上陣 不想 remove太多洗費 那我recommend大家選樓那一陣 最好你選樓盤 裡面就不要搞那麼多回所設施 Cinema Room Sorna 這些通通全部不要要了 選一些裡面就可能比較簡單 純粹只有Dream Room 甚至乎連Dream Room都沒有 裡面什麼設施都不要的 這些管理費水平相對是最便宜的 現時來說 如果在倫敦這邊 你想買一些物業局管理費相對比較便宜 豪衛便宜 貼近3英鎊一呎一年 或以下這些 如果以倫敦樓來說 就屬於一個比較便宜的洗費 舉個例 如果你買一間樓 3英鎊一呎一年管理費 當你買一間700呎單位 3721 一年大概2000鎊出頭的管理費 如果以倫敦樓來說 算是一個挺便宜的管理費 反之然如果你要買一些會所豐富 裡面什麼配套都有 又要Sorna 房 又要Cinema Room 裡面又要酒店式大堂 還要24小時的concierge 類似這些 管理費水平 你會預算 例如巴基尼那些樓盤為例 4磅左右 至5英鎊一呎一年 這是一個基本的入場價 所以就沒有最好的樓盤 只有適不適合你的樓盤 這裡可以概括地說 如果以回會所設施計 你要比較豐富的會所設施 一般來說 我們見買家就選Barkley的樓盤 會比較多一些 不過附加值就是管理費水平 會比巴馬倫敦和Hill 這兩個發展商的管理費 相對會高一點 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作為業主的利益 因為這家單位不是出租 你是自用 不論你是住也好 或者雕空也好 Council Tax 都是由業主支付的 很多朋友都會問 譬如我現在選單位 我現在準備選這兩方單位 到底Council Tax多少錢 一般來說 因為你的單位未正式Completion 沒有人回答你Council Tax多少錢 詳情真的要去到Completion的時候 才知道你的Council Tax 市政稅到底一年來講要支付多少 一般來說 你預約兩千多磅都沒有走雞 最後當然是看價錢 因為始終買樓 最後都是看餐吃飯的 買樓用來旅居的朋友 我們發現這群朋友們 不是太想花太多的資金買一間樓 因為說真的 一年來講12個月 最多可能住兩三個月 甚至更短的 希望買的價錢 雖然未去到最便宜 但也希望移一個比較易進場 易入口的價錢 現時市場上 如果要買在希斯路機場附近的一些新盤 大概由一房單位三十多萬英鎊 到兩房單位五十多萬英鎊 視乎不同發展商 跟管理費的概念一樣 如果閣下想著以價錢先 其他次要 可能倫敦發展商包倫敦 或是Hill的發展商 他們的樓盤價錢上相對比較易入口 反正如果你要樓盤內的會所設施豐富 另外交樓質素也要有上下水平 最好樓盤內住客大堂 有酒店式大堂類似這些 一般來說 Barkley 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價錢上限相對會比 Barkley 和 Hill 發展商的價格相對會高一點 所以這個好看國客 買樓是以價錢先行 還是以樓盤內的用料先行 用料比較好 可能要看Barkley 當然 付加值是價錢相對會高一點 價錢先行的話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包括倫敦或是Hill的樓盤 最後有關在英國那邊旅居 有可能會involve稅務上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因為在英國那邊 居留有一定日子 有機會會自動成為稅務公民 有關這方面 今天這條片就不長談了 如果大家對於稅務上這方面 比較關心想了解多一點 不妨可以自行 找一些專業的稅務司了解更多 適逢這間也是暑假的看樓高峰期 如果過下看完這條片 想了解一下 當地在希少路基場附近這幾個樓盤 想實地考察 也可以看完這條片之後 WhatsApp我們幫你預約去當地 直接到這個樓盤 參觀和看示範單位 今天這條片的分享也大致上差不多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好 謝謝 好 好 好 by bwd6